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通史爱科学这个计划的主持人 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就是邀请到有两位这个seeker 分别是这个国际威灵生化的蔡总经理 以及这个信仰生物科技的这个陈博士 那他们两位会有非常精彩的这个 有关这个生技制药方面的一些科学知识要跟大家做介绍 同时我们会有一个类似座谈的对谈的形式的这个活动 在接下来会进行 那今天的话我们很高兴就是除了我们的业副校长 每次当然都会到 那还有生命科学系的我们的金主任 中央大学的金主任也到了 那当然每一次都会参加这个盛会的 就是我们的中国时报的社长 社长 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的主持人 是我们中央大学理学院的胡继如胡院长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胡院长来主持 林社长 业副校长 还有我们的杨副总编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 主持这个生技制药的一个演讲跟座谈 今天有两位这个演讲者 我先介绍这个陈启祥博士 这个照片上面这一位 在这里 帅哥 请坐 陈博士呢 他是台大医院的这个教授 但是呢 他同时又对于这个食物 也就是药物研发 新药研发 以及临床很有经验 所以呢 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 在台湾的公司 建雅公司的总经理 陈正博士呢 就请他到了建雅公司 所以在建雅公司 做新药开发 以及临床的这个测试 他在美国Duke University 曾经在那边求学过 这是我们的第一位 就是陈启祥博士 那第二位呢 是一位女士 这个照片这里的 是蔡淑珍总经理 来 站起来一下 那么蔡淑珍博士呢 他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PhD 后来在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做过研究员 他在台湾是台湾大学毕业的 那么背景是学化学 那蔡淑珍博士呢 有几项 这个奖项他得到了 这个对年轻人来讲 要很重要 有很多对青年来 青年人来说 得到的奖项 都要在四十岁以前 这不太容易 有些奖项 第一个 他是得到了 中华民国十大杰出女青年 这个奖项 他是因为他的科技发展 得到了十大杰出女青年 我们现在电视上面常常讲 有一个很酷的酷酷嫂 叫什么名字 周美青嘛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又有一个 第二个酷酷嫂 马上要出现 就是刘兆玄院长的夫人 但她查不到她资料 很奇怪 叫钱明赛女士 钱明赛女士是非常酷的 她是生化科技的博士 她是找不到资料 但是她是十大杰出女青年 所以她 她那个资历是非常好的 那么得到十大杰出女青年以后 她又得到了一个青年奖章 这是不同单位 那青年奖章是学术的成就得到的 后来过了一两年 有一个十大杰出青年的选拔 她又当选了十大杰出青年 那是因为企业经营 那怎么从学术变成了 这个科技发展 又怎么变成了企业经营 那等一下要由她来自己说明 就在大概在200几年 2002年 有个世界十大杰出青年 那个是很不容易的 那是全世界 大概一百个国家 每年选出十位来 她当选了世界十大杰出青年 是因为科技发展类 所以她得到四个奖项 在40岁以前 这叫四冠王 在国内得到这四个奖项 同时得到的人数不多 第一个一定要女性 因为是十大杰出女青年 所以她记录很辉煌 那她自己成立的公司 做新药开发 有一段很辛苦的过程 这个我们等一下由她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那现在呢 我们两位要演讲 对不对 你们是Lady First 还是敢死队 先走 Lady First 好 来 我们现在用掌声来欢迎蔡主任博士 好 首先我要感谢行政院国科会的 这个对这个计划的支持 那最重要我要感谢这个中央大学的邀请 尤其是叶夫校长 胡院长 还有朱教授 还有今天的前这个金主任 那另外的话 我的这个非常感谢 这个中国时报 他这个以这个媒体的这个角度来 来这个promote的这个科技科学 那我非常的这个感佩林社长 还有杨副总编辑 对这个活动的长期的这个支持 因为我在第一场的时候也来观摩 那时候是李家伟李院长的这个演讲 那我今天呢主要的下一张 向各位报告是 有关于呢 这个当代的生化科技的发展 那在过去的话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整个一个变化呢是 我们今天重点是讲生化 但生化的话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是 我们是从石化工业来的 石化 再来就是特殊化学品特化 接下来就是生化 那我们再看生化 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千变万化 那我们看下一页 好 首先呢 这边我先向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公司的这个情况 刚刚也跟这个建养的陈波士 做了这个切磋 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算是同行 那也都了解彼此做的这个领域 都是属于新药开发的公司 那这是我们威灵 我们威灵在台北市内湖科技园区 就是我们目前的产品呢 包括新药开发的产品系列 包括这个Sophoprating 是白金的药物 还有Texal Minomycin 这是属于癌症的药物 跟抗感染性的药物 另外呢我们公司呢 也在过去呢 研发出这个原料药 这个Oxoprating 它是一个治疗 大肠直肠癌的一个原料药 我们目前已经获得药症 另外的话呢是我们有Tempsulatin 这是我们跟国内的一家老牌的这个制药厂 是新东制药厂合作 那它我们俩是一个利用一个产 我们是研发的公司 它是生产为主 还有销售的公司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合作模式 一个研发联盟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开发出这个治疗社会腺肥大 总大的一个药物 我们已经拿到美国 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专利 另外的话呢 我们公司也开发出呢 这个K99奈米生化畜酶 我们也同样拿到美国 还有中华民国的专利 那这个产品呢 我们已经应用到环境用药 农于畜牧业的这个产品 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 完成了这个田间试验 那利用这个K99奈米生化畜酶 很好的一个活性 我们未来还要往这个 抗感染的病毒 还有治疗主险的药物 还有抗过敏气喘药物方面发展 下一页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首先要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我们知道说 在这个药物部分的话呢 有西药 有中药 那中药的话 就是我们常讲的 中药是来自于天然的这个植物 就是草药 Herb 这个用草药来治病 基本上是传统的生物技术 它呢 有很久的历史 像在文明国家 像埃及 希腊 罗马 还有中国的史籍上呢 都有记载 那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面的话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神龙的显微镜 那我们可以看看说 神龙是呢 基本上它藏白草 那藏白草 没病呢 就来强生 所以它有保健的这个用途 那我们来看下面 那这个是神龙是藏白草 那在后来呢 有一位这个很有名的 这个 这个在这个中草药方面 很有名的叫李时珍 他在西元1500多年 他呢 就是着手编著这个本草纲目 这时候的话呢 除了这个临床的 然后我们自己知道的以外的话呢 这时候的话 他要把这些资料呢 汇整起来 变成了本草纲目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呢 有将近200万个字 然后呢 有在着这个药品的这个种类 有1800多种 这边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的话 就是说它是负方 所以呢 草药讲的是负方 但是西药的话是单方 就是single compound 在我们化学 在药物化学里面 它是讲的是单一的化合物 但是呢 草药或者中药的话 它是混合物 它是一个mixture 所以它是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这里很明显的 因此 在我们这个东方 或者是在欧洲的世界里面呢 它对草药是能接受的 但对于美国 FDA 它比较强调了什么 要single compound 就是你要 对这个化合物要很 这个结构要很清楚 而且甚至来会考虑到 它的特殊的结构的立体化学 所以呢 在这里的话 是美国对于这个 负方的这个中草药 它目前呢 是比较保留 但是呢 也慢慢的在这个 这个法规方面呢 慢慢的在开放 慢慢对这个草药呢 有比较多的认识跟接受度 下一页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植物呢 这两种植物都是 在巴西 只有在巴西 有的两个草本植物 这个是它的 有效成分 什么样的有效成分呢 在我们化学里面呢 就是要把它萃取出来 然后萃取出来以后 还要鉴定它的化学结构 各位可以看到 它呢 立体结构 整个所有的东西呢 都要鉴定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是叫做 Antiroridin 那个是Isojuberidin 这是在这个 那个时代呢 1997年代的话 发现的这个 草本的这个 植物里面的有效成分 那这个有效成分 做为什么用呢 下一页 它呢 它可以用来做为 这个治疗 这个治疗这个肠胃的 这个药的用途 但是呢 因为呢 我们在做新药开发的话 我们都知道说 一个新药 不管你是合成的 或是天然物 从开始到最后变成药物 它要花很久的时间 才能够呢 让一个新药的药物 能够开发成功 而且呢 上市 它经过的是前面的探索 开发动物试验 也就是临床前试验 等到合可以后呢 才能进入的这个 临床试验123阶段 最后才能够获得 合可以后 才能够上市 它整个时间是非常垄长 根据这个一般的这个 估计的统计的时间 大概是12到15年的时间 花的经费呢 也将近要 保守的这个经费 大概要2亿美金 换句话要70亿的 这个新台币 才可能有机会 让一个新药开发成功 因此呢 很多的公司呢 它在利用这个天然物的 这个从植物里头 萃取出来的物质呢 它要把它变成新药 一样要经过 那么冗长的时间 要怎么 证明它有效 另外最重要的话 它要安全 因此呢 常常就会先把 这个科技公司 或者是药厂 它常常就会把 这一些药物呢 这些植物呢 先做成健康食品的方式 来销售 所以这个是一个产品 就是Iso-Jubitin 这个中草药呢 来作为一个 健康食品的方式 来销售 另外它呢 除了有这样 刚刚讲的这个 治疗这个肠胃的 这个功效的 这个疗效以外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它对于美白有效 所以因此呢 资深糖是一个 很知名的日本的 这个化妆品公司 它在2001年 获得这个 这个物质的 这个compound的 这个专利 那因此呢 我们再往下面看 这是草药 我们也有做这种 合成的化合物 跟提取天然物 像Texo 就紫山唇 还有呢 Minomycin 另外的话 我们公司呢 重点呢 是发展这个 白金类的药物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 这张投影片里 这是第一代的 白金类的药物 我们知道说 我们知道说抗癌的药物 白金类抗癌的药物 这个抗癌的药物呢 在新药开发是一个大宗 除了抗感染药物 抗癌药物 还有呢 治疗心血管以外呢 那抗癌是 这个是用来治疗癌症 那它的作用机制呢 主要它会跟DNA 这就是DNA的结构 它跟DNA可以结合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Double Stranded 这是DNA 然后呢 它会选择性的 跟癌细胞的DNA作用 然后呢 形成Inter Stranded Clean 或者是呢 Clivit的Cross Link 或者是呢 在同一个股上面呢 做这个Linkage 好 下一张 那 这个是呢 目前呢 全世界呢 在临床上使用的 这个白金类的抗癌药物 一共有四种 一个是Sysplatin 就是刚刚介绍的 这是施桂宝公司 一个大药厂 美国大药厂 这个的药物 还有第二代的 Copoplatin Nidoplatin 这个呢 是在 只有在美国销售 这是美国 而在日本销售 这是日本 只有在日本使用 所以日本也在这部分呢 有它的这个 这个专精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的话 这个是法国的药厂 叫Oxler Plating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些呢 是目前上用的 这个白金的药物 那我们的公司呢 因为我们通常 一个科技公司的发展 它呢 基本上跟它的这个 经营的团队 对它的专长 还有它长期的 从事的研究会有关系 所以刚刚胡院长 介绍我原先呢 是在学术界 后来到产业界 因为我在学术界 对于这个白金的药物 做了长期的研究 还有呢 对于这个DNA方面 也涉略的蛮多的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呢 想它的 它的水龙性有限 然后它有side effect 而且呢 它对呢 长期在使用以后 它会有这个 抗药性的这个情况发生 因此呢 我们呢 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 以后我们要发展新 所以呢 在科技上面呢 学术界讲究新 但在产业界 它除了新以外 它要可行性要很高 因此呢 我们呢 就发展了新一代的 完全新跟它不一样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白金药物 都是很对称的 能发展的是 不对称的白金的 抗癌药物 下一页 那这个是我们 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我们有生产这个 oxelplatin当作原料外 因为一个生技公司 在经营当中呢 你除了做新药 新药很好听 但是它很花钱 它是烧钱的一个 长期的研发 最后呢 成功的获利率会非常高 但是呢 一个生技公司 或制药公司呢 不能够呢 一直长期的投资 在这个新药开发方面 因此呢 我们公司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发展白金类药物的 同时当中 我们也建立了 这个白金的技术 开发出这个oxelplatin 我们已经拿到药 而且可以销售 公司可以获得营收 所以产业界呢 除了研发以外 你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研发出产品 然后可以进行行销 所以我们看下一张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 白金类的新药 好 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跟前面的这个 已经知道的 已经在使用的 白金的药物完全不同 我们是非对称性的 这里呢 它的设计呢 很unique 就是它 这边是一个 Chromophon 它可以吸光 这边是一个呢 带有流的一个官能机 那这边还有这个脱离机 那我们目前已经得到 美国的专利 还有OT的专利 跟日本的专利 那这整个加起来 大概有九个国家的专利 获得 因为OT我们除了有 英国 美国 英国 还有荷兰 法国等等 这个比较 在药物市场 比较多的国家里头 去得到这个领证 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特殊的地方呢 是在这个 sophoxide的部分 我们看下一个部分 我们为什么呢 你东西要新 而且它要unique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它有什么样的 这个 专一性的地方 然后可以应用到 哪个部分呢 我们的这个部分呢 因为有个西光团 然后照光以后呢 会造成这边脱离 然后它会进一步的 造成DNA的这个断裂 那刚刚提到的 这个已经知道的 白金药物呢 它只是能够衔接 这个能够接在这个DNA上面 认癌细胞 我们不仅能够认癌细胞 而且呢 可以造成DNA的这个断裂 因此呢 因为常常DNA在我们体内 它会修补 所以呢 你的这个断裂的话 可以进一步的达到 这个抑制癌细胞的这个功能 那目前已经在这个 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完成经济部的科专计划 也进入了动物的试验 然后在癌症的这个效能方面 比已经知道的这个白金 第一代的白金药物呢 它的活性比它高两个order 就是100倍以上 好 下一页 好 那可以看到 它可以造成DNA的断裂 下一张 因此呢 我们除了这个发展白金类的药物 以外是属于抗癌的药物 我们同时呢 这个在这个21世纪里面呢 最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病毒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病毒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病毒 它的变化呢 我们说刚刚提到的 在这个生化上面 它怎么迁变万化 这个病毒 我们可以看到 它里面的结构 可以有 里面可能有RNA DNA 外面有脂膜 我们看下一页 好 这个是病毒的这个 这个情况 这是病毒 这边是 这个是细菌 然后动物细胞 还有这个 动物细胞 植物细胞 下一个 那 在2003年的时候 我们呢 曾经的这个 SARS的这个情况 造成了我们 整个社会 还有国人的这个紧张 然后在亚洲地区 也是呢 因为这个SARS 当时呢 人类还不知道 怎么样来控制 这样的一个 感染性的疾病 这个是SARS 我们可以看到 它属于冠状病毒 Corona 然后它属于RNA病毒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最近几年 大家都很担心的 这个禽流感的问题 这是流感病毒 这两个还有艾滋病毒 这是在这个 目前已经有可以有 药物可以得到 蛮好的一个治疗 或者是疫苗 那这 现在大家担心的 这个禽流感呢 是属于RNA病毒 那它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看下一个 好 这是DNA病毒 再往下 好 这是禽流感 目前 这个 一般来讲的话呢 如果呢 在这个 畜牧场里面 看到鸡 能够有 这个 黑色的情况 或者是 这个 有 这个 鸡脚出血的情况 那是 这个 或者是 这个 感染这个禽流感 我们看下一页 一般来讲呢 这个禽流感呢 是不会感染给人的 是这个禽跟禽之间的 这个交互的 这个传染 但是在 1997年 在香港呢 首度爆发禽传人 这个病例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整个的演变 然后直到现在 我们看下一张 那我们人类在担心什么呢 就怕呢发生呢 在20世纪呢 有三次的这个全球流感大疫 而且呢都是在一年内呢 就12个月内呢 就散布至全球 我们可以看到 在第一次 大概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全世界大概有 2000多万人死亡 甚至统计数字 还有到5000万人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数字 当然在美国就有50多万人死亡 第二次呢 是40年后 又是亚洲流感 然后在10年后是香港流感 那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 卫生署就说 我们是不是呢 这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担心呢 是不是这个 会有这样的一个 人数的这个 聚增 然后像2003年 SARS的这个情况再现 那另外呢 美国也很担心 他在他的国内呢 发生这个 像SARS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流感呢 那时候呢 美国总统布什呢 就公布了一个 这个上亿美元的金费的计划 主要呢 是那时候 科学家在一个 Science的一个 paper上面提到 现在的禽流感 一直在变 因为是RNA病毒 它一直在突变 它一直在mute 而且呢 那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讲这个禽流感 在mute这个禽流感呢 可能是呢 跟这个类型呢 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呢 发生的这个禽流感的病毒 是相类似的形状 而且呢 当时呢 为什么失控呢 是因为病毒一直在转 一直在变 当经过了死转以后呢 我们的药物 或我们的疫苗 已经没有办法治疗 那时候已经变形的 这个禽流感病毒 那我们就担心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 才会全世界呢 对这个禽流感的 这个事件 非常的紧张 而且呢 希望呢 防范于未然 下一个月 那为什么会突变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人 这个是这个家禽 这个是家畜 那我们一般来讲 人的话呢 是属于1 2 3 我们就要讲说 台湾呢 是H5N2 那这个在那个 这个东南亚呢 病毒比较情况 禽流感的病毒 比较毒 毒是不是什么毒呢 是H5N1的这个病毒 H5N1 那这个病毒呢 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人 一般来讲呢 它的流感的这个病毒型 是1 2 3型 5 7 9 是属于家禽 那就会经过 我们常说 一提报纸上面 一讲说 猪感染到禽流感 大家就很紧张 为什么猪的这个情况 因为呢 猪可以接受人 又可以接受这个家禽 那它这个猪体 我们可以看到 有容乃大 它在它的体内呢 就可以mixing 面对一个新的这个病毒种 叫什么 从这个1得到 就是从1 1得到这个1 这边5 7 得到5 所以就变成一个 H5N1的一个病毒型 这个新型的病毒呢 我们这时候 我们担心的 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是不是有 有效的药物 可以来治疗这个疾病 下一页 因此呢 这个是病毒的变形 一个是drip 一个是shift 那shift的话呢 就会造成全球流感大疫 因为呢 它里面会有一段的基因 造成突变 下一页 那这个就是 这个禽流感病毒的一个情况 下一页 好 那我们来看 往下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A型流感病毒 我们知道一般的 我们的感冒 流行性感冒是B 那我们是A A型的话呢 是禽流感 它呢 会造成全球流感大疫 下一页 因此呢 我们说 那对于这个传染性的疾病 怎么办呢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防范于未然 就是呢 预防剩余治疗 就是消毒 因此在当时的时候 我们公司呢 就是呢 已经有很好的一个 基因切割的技术 发展呢 A 这个K99奈米生化 醋酶 下一页 这就是我们发展的一个 它是含一个新成分的 复合型离子醋酶 生化还原剂 还有特殊的生化稳定剂 可以消灭病毒 细菌 黴菌 甚至呢 蠻虫 那我们已经得到专利 而且用到这个农余业方面 所以目前已经有一系列的产品 在市场上销售 下一页 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报纸上面 得到的这个一个报导 下一页 然后我们最近也在 得到这个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 然后这是王院长 跟我们的这个颁奖里头 给我们的鼓励 下一页 那这里的话呢 生技产品跟电子产品 它有相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地方 都一定要研发 你要制造 你要生产 但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生技产品 它有一点就是 你如果你是新产品的话 它就有很多的法规 你要去符合它 那你要很多的报告 检验报告 证明它有效 那所以我们有 这个在美国MDS Pharma 在Seattle 做的A型流感病毒 拿100万个病毒 然后验证 它在10分钟有效 下一页 那另外的话 就是在这个 我们国防部 有一个P4实验室 我们拿SARS 300多万个病毒 这是我们很难得的 得到的一个数字 是在当时获得的一个数字 也是在10分钟有效 下一页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要证明它是广效型 所以前面已经证明 A型流感病毒有效 然后呢 SARS有效 那我们用一个 模仿病毒外面的指模 然后呢 它可以呢 裂解那个指模 下一页 然后呢 证明它有效 然后呢 你可以破坏它的DNA 好 下一页 因此呢 一个新产品的话呢 你就要提供 一个它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是我们的作用机制 就像说一个药物 为什么可以达到 治疗 降低血脂 或者是呢 这个 治疗癌症 那它的血理在哪里 那我们这边呢 是含有离子醋酶 还有生化还原剂 还有生化稳定剂 离子醋酶可以激发 空气中的氧气 在我们的空气当中 或在水中有氧气 然后这个氧气呢 会呢 被激发以后 产生一个氧化态非常高的 Super-Astai Radical Anil 就是一个自由基 然后这个自由基呢 会消灭破坏病毒细菌 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 无毒无菌的一个环境 但这时候呢 我们的设计 最巧妙的地方呢 就是呢 我们离子醋酶只要一点点 然后呢 它跟空气做作用以后 得到变成一个氧化态的醋酶 但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效了 但没有关系 我们在里面 加一个生化还原剂 可以让它再生 变成一个活化态的离子醋酶 然后离子醋酶再继续跟空气作用 然后再继续呢 达到呢 消灭病毒细菌的效果 然后我们同时有生化稳定剂 可以呢 来稳定这个 吸引这个病毒跟细菌 因此呢 我们只要一点点的醋酶 然后我们用一个 没有毒的一个生化还原剂 所以可以让这个整个系统呢 一直再生循环 所以我们的 醋酶反应性很高 它呢 反应的是一秒 可以好几百万次 但同时呢 因为呢 里面只有一点点量 所以很安全 下一页 而且我们可以控制它 有效的时间有多长 所以是一种 长效型的 这个消灭的这个消毒剂 这是三部曲 下一页 好 那在生计 那产品销售的时候 同时你要 不仅自己好 不能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同时呢 你要跟市面上 市售的产品做比较 这是我们的生化醋酶 这是二氧化态光醋酶 然后这个是Lysol 这个是很有名的 一个厂白的产品 另外呢 这是杜邦的Vicom 那我们跟它做比较 我们有很好的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没有味道 然后呢 可以消灭细菌病毒以外 没有二次污染的问题 符合这个环保的 这个目前大家很重视 环保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意识下 是一个非常mild的 温和的一个产品 而且是中性的 像其他的话 不是过碱 要不然就是过酸 那我们可以在空间喷洒 下一页 那还要证明它有多有效 这是另外一个检测报告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除了开发新产品 在生计产品当中 你要有很多的测试报告 下一页 好 然后又消灭细菌 尤其像在医院里头的 这个绿农感净 它的抗药性 它是很顽强的一种菌 下一页 然后呢 我们这是做田间试验 我们全省走透透 到这个是在台中县 这是在台东 这个是火龙果 这个是高丽菜 然后这是在宜兰县 针对九孔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使用 可以我们的这个生化处门 有使用 那这个是没使用的话 有枯黄的现象 那我们使用以后 我们的人员喷洒以后呢 这个解决了这个黄液病的问题 下一页 好 然后我们也同样对霉菌有效 所以这个在这里 我们就把这个利用 它对霉菌非常有效的这个特色 我们未来要开发成 治疗毒显的这个新药 外用抨尽 下一页 好 然后呢 刚刚跟各位报告 除了药有效以外 你还要证明它安全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安全性试验 好 过关 下一页 然后呢 做了一个鱼毒试验 就是拿这个fish testing 然后测 然后呢 看它经过了四天以后 会不会造成这个鱼小的鱼苗 它死亡 所以我们也过关 对水中生物无毒害 下一页 然后呢 对我们的水质会不会影响 我们呢 松点度不会被影响 然后呢 不会影响这个水质的容氧量 电倒度 还有钙离子浓度 所以这就是委托 农委会 帮我们所检测的一个 客观的第三者 来认证我们的产品 下一页 好 然后呢 还做动物试验 这个是大鼠 然后呢 让它强迫它呼吸 然后呢 观察四天以后 然后这个 这个老鼠呢 没有死亡 所以呢 也证明我们的东西呢 安全 这个是动物试验 当然未来要做成药物的话 还要做临床试验 就是人的试验 下一页 然后我们的用途 下一页 好 所以跟各位做一个总结 这是我们在我们的公司 里面呢 公司要有个picture 就是你有短期的产品 中期的这个技术 还有呢 长期的这个 新药开发的愿景 那就是我们新药开发 最终要开发出 新型的抗癌基因药物 我们甚至呢 有设计更新颖的标靶药物 基因的 金杠的这个技术呢 应用到这个部分来 那同时呢 你要陆续的产品 我们原料药 有生化触媒 同时有各式各样的产品呢 在未来也要继续开发 下一页 因此呢 这是我们的产品 好 已经在市面上销售 下一页 环境用药 还有呢 人体保健用药 好 下一页 好 那我们也有这个须目 是比较算桶装 用bug的形式 大桶装的方式 在行销 下一页 好 最后敬祝各位 再按一下 谢谢 不是在往上 万事如意 谢谢 好 现在 这个 先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请 这个陈启祥博士 做个二十几分钟的报告 然后我们再对话 那么我答应各位 我会讲一些 发生在台湾的 这个有趣的故事 可能很感人 那您先 各位 这边听得到 很谢谢那个 刚才那个 蔡总跟我们 这么精彩的演讲 当然我首先应该 要谢谢 林社长跟杨副总 还有那个 胡院长这边 当然还有那个 也不如校长的 那个整个支持 有才有这样 这么好的一个program 这么讲好了 我一开始看到 那个中国时报 跟中央大学 在这边订的这个题目 我觉得相当好的一个题目 只是说 我觉得也蛮为难 就是说 我一向给的 那个上课的 在讲 至少两小时都讲不完 这种东西 然后这么短时间里头 那是代表要 challenge我自己 首先我在想说 光这个标题来讲的话 我给他压了几个问号 怎么讲呢 森龙的显微镜 其实刚才那个 蔡总经理也有提了一下 森龙故事 我只是看看 森龙他有五项发明里头 怎么找都找不到显微镜 当然开玩笑 但是我想就是说 想要从小处去 看大 一个很大的题目 那么当然 这是蛮ambitious的做法 但是再下来第二行 从生技药品这边来讲的话 我觉得最主要是 这个名词 其实是会有一点点疑异的 因为从那个 一些定义上面来讲 生技药品 有时候他们只着重在生技 所以现在在讲的时候 我待会 等下下一章会有讲 所以我等一下会稍微定义一下 生技跟药品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那面面观 我觉得是很好 但是我今天说 野心稍微小一点 我基本上就是带大家 以一个主轴 以一件 一个概念的治疗 作为一个主轴 来带领大家一起看一下 生技跟相关的产品 跟药品 大概是怎么样子 下一张 谢谢 好 这个图 其实你们看得很复杂 也千万不要浪费眼镜去看它 但是听我讲两句 基本上首先生物技术定义 它基本上就是你所有 不管你是说有多少的生物学的基础 都不用太担心 其实第一行就讲嘛 你利用基因体系的蛋白质体学 还有细胞工程 一大堆这些东西 在实验室里头 当初是所有LAB技巧 你做出来东西 你通通可以作为生技产品 那么原来我们对药品的概念 就不是这些东西了 是叫小分子药物 这是比较chemistry的approach 所以生技产品 其实讲起来相对于制药产业 其实是年轻很年轻的一个行业 我们可以这样讲好了 药学几乎是非常依赖化学的成长 而跟着成长 如果说你讲药学的话 那至少是讲100年以上的时间 当然我讲的不是中草药那一些 中草药那个可能5000年 1万年都有 但是现代药学跟现代化学 是息息相关 而生技产品 你只能最多回退个30年40年 那么现在全世界 当然所有的生技产品 最强最强的地方 还是集中在美国 你可以说85%的研发能量 都在美国 哪里呢 湾区 就旧新山那个地方 所以建雅其实当初的前身 也就是从湾区的一个 华人设立的公司 回台湾 再经过行政院开发基金的支持 然后现在成立 一直到现在 我们也很年轻 可能比国际威灵稍微老一点点而已 然后我们大概是12岁左右 然后一般来讲 你看生技产业 其实它在那个 辛苦的程度 其实远比所谓电子产业要高很高 因为一般来讲 电子产业你可能一两年两三年 你立刻会有一个product 可以进入market 然后开始有你的return However 你在你的这个生技药品的研发 尤其是药品的研发 通常那个整个产品的研发 周期相当长 可能长达七八年甚至十年 那也不见得代表 我说你将来进入市场 你有一大块钱可以赚回来 那么这样 我刚才就讲了十年这个数字 建雅其实刚好活过了 那个十年 所以12年 所以我知道城镇很高兴 就我要report的老板 所以over来讲的话 我要今天跟各位讲说 这个底下这个图 制药产业在底下绿绿的 一大块 稍微用淡一点的颜色 但是前面生技产业 我们用比较深的颜色 比较往前的感觉 这是制药产业 它一个全新的产业 它也当然后视看 不管是制药产业或生技产业 在下十年 你可以说它的成长 大概至少都是10%到18%以上 但是我可以讲 不管怎么成长 这些产业的基本上 如果说没有一个特殊的技术 都突破 它的成长趋势 其实还是会减缓的 所以这是有赖于 各位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在场 各位将来还没有选科系的 能够投入这样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 那里头这么多 这些名词 大家看得很头痛的 我这么讲好了 我不特别去念过一遍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 你平常在听到的 比如说流感疫苗 刚才猜种也有讲过 或者说是 像是免疫抗体 或者说肿瘤 在最近这几年 很流行的那些 Antitumor 一些新的Target 那些很多 其实是用 Moroclonal Antibody 那些都算生技产业来的 因为传统的 小分子治疗 药物 我举癌症来做 例子来讲的话 太毒了 那么生技产品 它标榜的 就是说它所谓的标靶治疗 一个Target Therapy 它可以比较 局限在一个区域 然后去治疗那个肿瘤 那当然 overall来讲 你可以感觉到 其他身体的组织 就不要受太多 太多太大的影响 这是好事 所以 所以那其他的 至于像 比如说 健养 或者一些 其他台湾的传统药 甚至世界各大药厂 他们主要的强项 都在所谓的小分子药物 就是所谓 chemistry approach 去做出来的东西 那中草药当然 大家都很熟悉 OK 那其他 所以整个制药产业来讲 除了这个所谓药的部分 当然还有所谓医疗器材 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琢磨的地方 所以overall来讲 请注意最下面这一行 我只是要讲一下 生气药品 如果你很粗略的定义的话 你只会讲说 它是生物技术 相关所开发的一个样品 但事实上 生气跟药品 我们有时候在业界来讲 还是会把区分开来 生气是生气产品 药业是药业 药的产品 下一张 这个我自己就 自己做了一张海报 然后 重点就是说 我今天这是我的主轴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整个要讲 整个生气面面观 我真的觉得 这个 要么就是中国时报欺负我 就是我欺负你 反正一定是这样的下单 但是我觉得 我如果把它focus在一个 大家都比较听得懂的东西 那我就想 大家都会觉得 对自己的 personal image 不是很满意 不管你是怎么样 你不满意 大家胖的觉得 想要瘦一点 那瘦的人还想更瘦 那么我把 我自己摆在这边 其实自我解嘱一下 但是over来讲 你问我肥胖定义在哪里 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当然你可以用WHO的guidline 或者是一般临床的guidline来讲 是有一个B&I的定义 B&I其实就是你的体重 除以你身高平方 那么这么讲好了 台湾人基本上要操纵的 其实没有像欧美那么严重 这你大概可以感觉到 如果是去国外看过的 我们正常讲一个数字 美国人大概2.5到2.7亿的 整个overweight population 他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属于overweight overweight就是操纵 另外在三分之一 叫做obese 就是所谓的肥胖定义 肥胖就是比overweight 还是更严重一点的 这边大概你可以看到 定义 所以整个来讲 你可以感觉到 美国大陆应该水平线 是比我们要低一点 压下去的 那再下一张 那这里头 我就要从各个面向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要看 生技的药品的开发里头 我就从减肥的 相关产品跟药品来看 那么这里头 我自然还是要带一下 你在整个市面上 房间 你会遭遇到的 不管是真正经过 严格临床试验 去开发出来的药品 或者地下电台 一个晚上就说服你去买的 那不过我们基本上 第一项 我可能这边不特别太 讲太多 因为我经过一番挣扎 我是怕 我列出一大堆的医院 然后诊所或什么 我就变成打广告 害了谁啊 不过基本上我可以跟各位讲 台湾你可以看到 各大医院像台大或万方 他们可能有所谓的减肥减重班 那么此外当然有很多很有名的减重诊所 然后可能包括中西的都有 那甚至还有一些美容中心 另外有一些减肥班 那这里头呢 大概你可以感觉到 你的保障程度在哪里 都有一个大概 我们不特别讲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当然就是说 宣传口号做越大了 就是每个月会收你的钱越多 一般来讲可能 如果美容中心它也许想说 帮你减一公斤 收你一万块 那不得了 但是也许像一般医院正统的减重课程里头 它可能大概就两个月只要花你一万块 不过over来讲 终究之后我会带给你们一个 我想带给大家的思考 那么第一项我在底下的slide 我就不特别讲 那这23456 我会各自以一到两张slide 跟各位大概做一下概念上的说明 下一张 这只是一张 看了这张照片以后 我突然发现眼角于光 看到很多人在调整位置 就不用担心跟它做得很像 我在家里是做这个样子 下一张 这里头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在我正式带入所谓生技药品开发里头的时候 这边其实很多的饮料 食品 或所谓的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大概最近几年 卫生署有去推 提倡推广的一种 一个产品的概念 那我想它最主要是 希望把市场的一些 产品能够导向 一个比较完整的管理 那么这里头 当然大家可能 我想可能你们都比我还熟 到7-11或者说到康世美 这样转移圈 你所有东西都买齐了 买齐以后我就不知道你要怎么吃了 但是基本上这些成分 我大概挑几个 绝对不止这几个成分 可能至少你可以找到上百种 我挑几个 是做几个说明 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几样东西它也不能 你说它是无地放食 它真的是还能有点学理根据 比如说像甲壳素 这个在台湾其实当过去很红的 因为台湾本身海岛 其实有很多东西从甲壳 蝦壳或蟹壳那边去提点 很快很多 甲壳素基本上它的确 它是可以吸收脂肪 它好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它基本上你吃到肠胃里头 那就排出去 你不太可能会进入你的整个系统循环吸收 这个好处是在于说 你不太会有副作用 我讲的是严重的副作用 所以甲壳素一直是蛮有一个市场的吸引力在那边 第二个所谓的Hoodie Godone 就是我们讲说非洲仙人掌的萃取物 这东西其实在美国红过很久 台湾也有进来过 不过后来被禁止下架贩卖 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些肝脏 会引起肝脏负担的issue 但是这里头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可以跟大家share 就是说你听到Hoodie 这个东西好像感觉上是一般的 那个保健食品公司 或一般行销行业 才会去专注的东西 因为就是直接市场上就直接打了 不用经过太多的研发 那其实它里头一个活性成分叫P57 Pfizer 辉瑞 很有名世界第一的大药厂 它曾经大概在 如果没记错 可能是2001年或2002年 那一段时间 曾经跟有一家公司 特别Country要买这个成分 然后以P57 因为P57是这个Hoodie 里头一个 如果可以萃取得很好的话 里头一个活性成分 这活性成分确实有效 临床试验是很有效 可是后来Pfizer Pfizer跟他们的deal是210个million 2千1千多万的美金的一个deal 听起来很吓人 代表从辉瑞这样世界大厂来讲 它非常看好这个P57这个成分 可是后来为什么这个deal被取消 就是我讲了 一个是因为干的负担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于 他们从那个制程的processing上 就是我们讲说工厂里头 你可能要把一个药做出来 你要把一个东西萃取出来 它没办法很干干净净的确保 不会有其他成分萃取出来 偏偏那些其他成分是造成 肝脏主要负担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东西目前 我知道美国还是有人在卖 可是这个东西FDA的态度是不告不理 有点像这个样子 那么当然绿茶多分 但台湾这个大概是最多的 现在7-11店你随便进去 大概到处都是茶 那当然有人把它做交囊 那它确切实实是有一些抑制脂肪的功效 那再来辣椒萃取物 Capsicin 就是辣椒的里头一个活性成分 它可以刺激 就增加你能量代谢 那这里头一个好玩的地方 之前跟几个朋友在请教 这个Capsicin会怎么样 因为从药的观点来讲 它其实有一些在辣椒膏 那个贴布上面都有 所以贴上去热热 然后他们是说 其实他们在做保健食品 尤其是这种减肥产品的时候 有一些很狂野的idea 我只能很佩服这些人真的是 会做生意就是会做生意 他说有些减肥产品 他会放这个Capsicin进去 那我说Capsicin 你要放多少才会有效 他说不是 他只要有一点点 让那个吃的人 感觉到有点辣辣的 身体热热的 他就会觉得 他会误以为 他的脂肪真的在燃烧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说 我们这种做膳食出身的人 其实永远想不到这一招 然后再来这个白肾豆 这个东西 基本上它其实是 医治淀粉水减酶 其实它在临床 先这么讲好了 在一般保健食品 其实很多在用 我知道它行销的品牌 好像直接叫一个Face 2 但是它事实上在临床上 确确实实是有它的功效在 我确实看到一些 literature data就这么讲 再来这个藤黄果 这些也都是属于可以 抑制脂肪转化的那个 所以这几个 基本上我都相信 你在一般的药妆店 或保健食品店 可以找得到 那么但是至于你找到以后 里头成分有多少量 是不是要吃到多少 才会有效 这是看大家愿打愿来的问题了 我觉得最重要是 不要吃死人就好 然后再下一张 OK 这里头这密码 其实我一点都不是要虐待大家 你们也不用仔细看 但是我就是把市面上的一些产品 都列出来 可以跟各位讲 其实健雅以一个药厂来讲 跟其他药厂也一样 不管你是30年药厂 或像健雅12岁的药厂 都有一些存活的issue 什么是存油的issue 就是说药生真的不好卖 尤其是健保给付 在紧缩之后 很多的药厂 它还得兼做一些摆地摊的生意 现金交易 所以这些保健食品基本上就是赚取短期现金最容易 因为基本上你不需要什么开发的过程 只要你买得到这些基本原料 你就找人打定 装胶囊 包装 就直接可以弄 那市面上还真是很多 那么当然健雅也有其中几样 我这边就不特别讲了 然后这里头确确实实你要讲说 它应该也都有一点功效在 然后不过Obo来讲我这边列的例子 当然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比较有关 它可以降低你的装胆固存 和那些其他LDL这些东西 那底下这里头也有几样是特别 可以减少脂肪上升的 这个我想大家就不需要听我在这边特别介绍 下一张 OK 这张我在弄的时候 我小儿子看了以后 他以为是阿根廷龙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对恐龙的特别在看 不过这张照片如果真的是属实的话 我想今年8月那个狮子王 大概也不用来台湾电影28上 因为非洲大陆演的是长颈鹿 下一张 这张我最主要是跟各位讲一下 就是说因为减肥的产品 我不特别讲药品 产品里头当然是食品 那有的的确是药品 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经过 严格临床验证的药品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有一个叫做Pinocin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以前大概在两年前 我大概可能是台湾第一个 有注意到这个新闻的 那后来的确看到市面上 真的因为有人来找我们要做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目前没有特别去touch这个东西 但是从血理上来看 我可以跟各位讲 Pinocin就是所谓的那个松子油 韩国松子油 它的血理都对 它怎么讲呢 它吃你吃这个松子油的那个萃取物以后 体内的所谓CCK GLP1 的确浓度会增高 好那如果对CCK跟GLP1 这两个荷尔蒙 都熟的人来讲 那你会知道这两个荷尔蒙 最后经过血流 通过血脑屏障会作用在脑子 然后抑制你的那个食欲的那个进食的中速 那这个当然是很好啊 因为这么讲好了 如果说你看看所有的减肥药品 有的吗 要是就是变成让你吃得很饱 所以你不会再吃了 或者说药因为太没效了 吃很饱 你就不会再吃别的东西 要么就是说作用在你的肠胃 然后让你加速你的那个排泄 那像那个传统药品 若美亭或罗斯仙 有一些就有这些问题在 因为加速排泄的地区会造成有变 病人不会觉得很舒服 那可是有一部分来讲 你说找这个所谓的罪恶之手 你不管你再怎么样的排啊 再怎么样的燃烧啊 你为什么不从最开始的时候 就抑制那个食欲呢 对不对 这才是真的 你不要吃就好了嘛 不要想吃就好了 所以从学理上来讲 CCK GLP1切切实实 这个这道理是对哦 那么如果说再加上 那个Chromium Peconinae 个大概在市场上 我想我们大概 大概children对这个都不陌生 因为只要吃散准 都会看到这个东西 但问题是在于说 你要吃多少 还有你这个该吃哪一种缝 因为Picoline 其实这边可以跟各位投入一下 但是Chromium 它有很多的soft缝 那Picoline大概是 Literature里头讲 它算是吸收率会比较好 不过重点是在于说 Chromium Peconinae 的确哈佛他们还做过几篇 Paper大型的临床试验 他们当初最主要是拿来做 那个糖尿病病人 HB1C 就是糖化血色素 的那个调整 因为这个糖化血色素 是在一般的血糖之外 医师判断病人 是不是血糖有效控制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所以糖化血色素 那么哈佛的那个Paper来讲 基本上它做了 大概几百个人 这个成分啊 确确实实是可以调整 那个HB1C 同时病人的体重也获得一些改善 因为很多的那个Diabetic 的病人 他会有一点overweight的情况 那么 第三项当然是很常见的保健食品 所以我知道市面上 有人在做三合一的东西 台湾也在过去这一年 出来这张东西 那么我刚才在讲说 Pinocin这个东西 如果从血理上来看的话 他有一些还蛮强的证据就是比如说 他做了一个几个人的妇女的试验 就是早餐前 你给他regular meal之前 当然是大家都control the diet 你可以给他所谓的那个PAP 就是这个种子油 或者是一个安慰剂 临床试验里头一定要吃一个安慰剂 因为你不希望你的两组病人 我不知道做实验有概念的在场各位多不多 就是基本上你总是要分两组 不管你是老鼠或人 你要分两组 一组你给他吃你真正想要用的东西 另外一组你就给他吃一个看起来是什么东西 但是你不能让他不吃 他会觉得没效 因此他安慰剂当然用橄榄油 橄榄油当然是有名的好东西 然后他们经过四小时之后 再去量我刚才讲的CCK跟GLP完的确都会有升高 所以逻辑上都对了 然后当然这里头如果你要challenge 他一个week point是什么 他只看四小时嘛 你减肥四小时看得到 那才叫奇怪 四个礼拜都不见得看得到了 所以我只能说从学理上都对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效 坦白讲这个 看看有谁去吃了以后再跟我讲 然后再下一张 OK这里头有一些临床证据的药品 这个本来其实是我最拿手讲的 但是今天真的不能讲 因为太复杂 我真的没有骗各位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 我这里头罗列了大概九项 它overall来讲 它的那个可以减轻体重 大概是三到五公斤 但是这个可能是吃半年到一年 你才得到三到五公斤 减肥药品我一直觉得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家会有一种很自然的欲望想要多吃它 因为你会以为当医生叫你吃一颗 你可以吃个半年 你可以减三公斤 那你以为我这自动每天给它加一颗 那问题都出在这边 我后面会讲为什么问题 那么不管怎么样来讲 这底下红色的是说以前曾经有的 就以美国FDA有核准过的产品 但是现在下架了 因为它有副作用 很严重副作用 这边我讲新伴摩的问题 或者是致命的肺动脉血压升高 那这个是目前 系面上有的产品还在用 然后它效果也还不错的 我所谓不错也就是三到五公斤 这个Olystine Renical 就所谓罗式线 可能大家很多人有听过 Seputrumin和Meridia 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诺美亭 这两样东西呢 你从这里头可以看得到 大概Seputrumin它会比较强效一点 大概会有到五公斤 但是问题我可以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强效是有代价的 因为Seputrumin它会作用到你的脑部 所以有一些副作用是 比如说头晕那一类 会比较严重 那么Olystine它基本上是 借油帮你排油的方式 所以你最早最早也不会头晕 但是你基本上就是 我刚才讲油变的问题 但是当然它的效果 也就是Seputrumin Seputrumin某种程度上 影响你的食欲 那Remarbon大概是最近这几年 过去这两年才核准的 但是它当然有一些Sepity的问题 然后另外有副方产品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 只吃一个不够 那我就把市面上所有的动物 通通加在一起去做药 然后所有临床才一直都在做 那会不会过 坦白讲有的我怀疑 比如说以第一个来讲 我觉得它应该是不会过啦 不过那个公司大概快到 因为Topirumin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它其实是癫痫药 这个癫痫药品 它的一个副作用是体重会减轻 当它以癫痫药来讲的话 它的副作用是体重减轻 当它的主要作用是 想要体重减轻的话 它副作用你就知道是什么了 然后Pentamine Pentamine就是前面被禁掉的那个药 然后那个公司有点天才 它以为说 OK我吃Topirumin 我因为抗癫痫的原因 我吃了以后 癫痫你们知道是脑部不正常放电很快 那我吃Topirumin以后 我可以某种程度 reduce那个Firing rate 这个神经元的那个posing 好那我就得到一个减缓的效果 对不对 我是想说从脑部副作用来讲 Pentamine呢 是会让整个人变得非常神经紧张 所以那个公司就很天才的认为 加一减一水等于零副作用 我不知道它将来怎么活 然后anyway 这里头就是一个复方产品 所以这整个来讲 就是所谓真正比较 还是毕竟有经过临床的试验的感受 下一张 那么这个我要讲的所谓off label 这个倒是一个蛮严重的issue 有的人在吃某些药 比如说通常是一些精神科的用药 他们得到一些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就是所谓体重减轻的问题 可是大家就是看到这方面 把副作用决定变成主作用 把原来的主作用变成副作用 所以以美蜂蜜来讲 病人 这是糖尿病病人 一定在吃的所有的药里头 一定会有的一个成分 美蜂蜜因为它是非常有效 可是病人当然体重也减轻 可是问题是你把它当减肥药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 我本来没有糖尿病 我吃了减肥药 就是我体重减轻 但是你等着看 你的血糖又会过低了 你就会造成很大的危险 同时之间底下这几个 也都是目前还在 它正式的indication 就是它的适应证已经被核准 但是问题是 很多人一直在看它的副作用 觉得越越欲试 所以我要跟各位提醒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有机会去使用到 这些所谓的off-label 处方外的使用的机会 真的不要去尝试 因为那个后果 你没办法control 所以后来讲 我还是要讲一句就是说 不管你吃药啦 吃食品啦 或者什么补品 我觉得都比不上 你每天就去做做运动 像我这种体型很糟糕 对不对 我这边就放个忌步器 当然每天走回家以后 看看走了几千步 心里很安慰 那就可以多吃两口 所以 我是提倡你能够自然的去 把自己的能量消耗掉 是最好的 如果口语不能借 那你就走路回家吧 然后下一张 OK 这只我不知道是什么啦 我一直以为是老鼠 好 下一张 OK 这里头我要讲一个 比较serious的research 因为建雅跟国医院 在过去的两三年 合作的非常紧密 我自己后来从 就是原来操作临床 现在整个在做新药开发 那么 这里是属于 所谓代谢症候群 这是一个新名词 因为 不管是药肠 或者说是媒体 其实很会创造一些 新疾病的名词 那当然代谢症候群 是一个最新的 所谓metabolic syndrome 它有代表 它有几项东西 是它的特色 比如说中广 我也有一些 我也不会躲 然后 底下呢 你有高血糖 高尿酸 高血脂 然后 体积也很高 HDLC很低 HDLC就是所谓好胆固存 那这几项 通通不正常的时候 或者说其中也不用每样 基本上你就是 符合所谓的metabolic syndrome metabolic syndrome 在最多的情况 你看到就是肥胖跟糖尿病 这是最多 那么 我刚才在讲的两年前 其实美国核准了一个 不是美国 在欧盟核准了一个 其实是赛诺菲 那个也是一个世界前几千五名大药长 这个药其实它是作用在人的脑部 一个所谓的CB1 receptor CB1 receptor 你乍听之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可以这么讲 翻译中文就是 就是所谓的大麻的兽气 那你会很好奇 大麻不是外头来的植物用药 怎么人脑里头还会有这种瘦气 当然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大麻里头 某个成分刚好可以match 神经元上面的一些protein的表现 刚好做那个bending 你就可以把贵类为那种瘦气 当然 但是你也可以听得到 就是说CB1 receptor 既然是在脑部来讲 这个药物它有效 还蛮有效 可是它的一个很致命上的地方 是在于它的副作用也蛮大的 所以三洛飞当初在开发的时候 整个临床的data里头 有一些病人 就有产生自杀的那个意念 或甚至自杀成功的 然后这样case虽然不多 可是在FDA 从法规安全性的掌控角度来讲 足以足以引起他们很大的注意力 所以Remarbon在欧洲上市了 但是美国那边迟迟迟的 不肯给予那个核准 那么Merc另外一个大药厂 他们也目前也正在推 这个药的另外一个结构 很类似我们所谓的Me2NC 这种角度 他们在做 大概今年6月会NDA 那我们就等着看FDA会怎么讲 所以这个CB1 我们跟国务院以前合作了 我们自己的另外一个compound 然后你们会很好奇 CB1有这么多问题 你为什么还做 很简单一件事情 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你不是先行者 所以你不用做一大堆无谓的测试 你可以踩在巨人的血前进 你知道它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省掉很多试验 同时之间也因为它有问题 所以你才有修改的空间 所以这个是从建雅想要去开发这样的一个新药 跟国务院一起来架构台湾开发新药的整个的动机所在 那么这个CB1 我想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好它几样东西 因为它目前核准的是减肥 但是它目前还正在执行的临床试验是有专门又想要来治疗糖尿病 那么当然你可以看到它还有更多更多的 它的一些灵性的临床文献里头都有这些效用 比如说戒烟或者说是戒酒 然后甚至治疗一些精神的症状 精神病症状甚至可以饱肝 这个听起来大家就会觉得很喜欢 那当然我讲的抑制食欲或减低重 这些都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未来可能方向 下一张 OK 这里不好意思 我可能占用太多时间 那这一张我只要跟各位很快讲一下 因为刚才其实蔡总有提到 就是新药开发整个过程相当长 然后不管是蔡总讲了两三亿美金或者是更多 其实都有可能因为完全看你这个新药是多新 如果是一个全新机制没有人试验过的 你可能开发到七八亿美金 完全看你试验跟人体临床要做多少人 可能是上千上万人 像我讲Remarban 他们做了大概一万人以上 然后一万人以美国的那个标准来讲 一个病人大概要花在他身上三万美金左右 但是如果这个是一个me too的 我就说他们很多的magnetic人我一定了解 我可以省掉很多东西 我可能只要喊砍一半的经费就好 连开发时间也是砍一半 那这就是建雅的一个企图啦 好 那讲到这里 我大概就跟各位 大家很快交代一下这边 谢谢 谢谢两位这个新药开发的这个成功者 现在现在 陈博士请站起来 他看起来像健康宝宝 是用了K99 他们两个简讲的题目反了 你看 他讲K99 他讲减肥药 他讲健康宝宝 请坐 你请站起来 这像减肥药 所以请坐 对吧 还有朱老师你站起来 请 这也是减肥药成功的 这个不知道怎么减肥 你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怎么控制体重 我控制体重很简单 如果我吃多了 我想减三公斤 我怎么做 我就到日本去旅行一个礼拜 因为日本的食物非常的贵 舍不得吃 省了钱以后呢 如果吃的话 那个也是这个日本料理 吃鱼不会胖 如果我准备要减五公斤 我真的是 我就到阿拉伯国家去参加会议 那阿拉伯国家的东西非常的油啊 你吃了会长胖的 但是呢 在阿拉伯国家 他那个食物 你第一天吃得很好吃 第二天还是一样 第三天 第四天 每天都一样 到最后你就没得吃了 因为太腻了 所以一个礼拜回来 我最近到杜拜去 少了五公斤 那有时候呢 我车太胖 多了八公斤 裤子穿不下了 那怎么办 我就到大陆去 因为大陆的食物很好吃 但是很油腻 吃了最后拉肚子回来 所以就省了八公斤 这是我的方法了 好 那现在各位同仁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来提出来 请教这两位 对于新药开发的这个经验 以及这些药物的用处 有没有 来来来 这边 您好 我是阿姨 那 请问 就是 关于健康食品的药品 那刚才 陈伯秀提到 就是说 徐医治医药 他为什么有一药品 他的成分可能是 在健康食品上就可以使用 我跟他就不能够重回 要 他其中的问题是在哪里 讲大声点可以减肥 呃 那个这位同学啊 你的問題很好 因為其實這個我可以給你一個實際的例子 以健雅曾經在過去開發過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其實叫DHEA 它是人體其實一個雄性素的衍生物 我可以這麼講 那麼這個荷爾蒙在人體其實本來就有東西 那我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原來健康食品在美國 大家都在吃DHEA 它把它叫做什麼你知道 叫健康之權 Fontum of use 就是說你吃了這個東西 人體適當補充這個量以後 你可以所謂的煩惱還童 原因是因為人體的DHEA 這個荷爾蒙的量 在經過一定年紀 也就是30到35歲之後 會開始往下走 然後到60歲的時候 你會低到非常低 因此很多的身體的生理疾病 都通通出來了 那麼可是健康食品在美國 當然他們不叫健康食品 它就叫保健食品 到處都有這種成分 那麼可是健康當初就想把這個成分單獨拉出來 好好去開發個藥品 然後用在哪裡 我們當初是用在紅斑狼蒼的患者 因為紅斑狼蒼是一個自體免疫疾病 它這個自體免疫的疾病很多原因是來自於體內DHEA的level 血中荷爾蒙濃度太低 所以我們就把一般食品的使用量要拉高到4到5倍 然後經過非常嚴格的臨床試驗 在美國有得到FDA了 Properable 可是最後還是功課一愧 原因是因為長期使用的安全性 沒辦法去確認 我這樣簡單回答這位同學講 就是說你一個東西如果要從食品到藥品 它可能有同成分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要走一個非常合法規的走法的話 你必須要能夠很確確實實可以分離這個成分 你對這個成分在身體的各個器官或整個overall的影響 你都要能夠了解 所以你要做相當大規模的臨床試驗 就是要花很多錢啦 然後並且你還要長期的去看 你的DHEA 你總不能說我今天只是打算吃個兩個禮拜 那我以後就OK了 沒有這種吃 你一旦吃這種東西 可能就是當作一個保健 或者說治療精品 至起碼是long turn 尤其我講紅斑狼藏 這東西大概一輩子不會好 對不對 那可能就要吃長期 長期的話 你如何能保證你吃一年兩年三年以後 這個病人會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食品是不是可以變藥品 我覺得有在於它是不是做過很 我們想臨床驗證 來 我們現在由觀眾來質問一號 有一位 一心聽音語紅臉 在拍照 來來來來 把握 你得問一號 你們在歌風 另外你們在歌風出席嗎 有兩段 你講話 你講話 你都要懂他 對 應該不比我嗎 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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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因為現在生機產業是越來越熱門 但是 就台灣的就變形化 好像不是很熱門 那我想問說 生機產業到底是需要怎樣人才 那在台灣 跟在國外 有什麼樣負擬 好 這位同學 提到這個 這也是很多年輕人 對於這個產業非常的有興趣 但是呢 不知道說自己 未來投入這個產業 會不會跟自己未來的職場 結合 然後呢 甚至呢 有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 那基本上產業呢 不管是什麼產業 它的性質都是一樣的 在產業裡面呢 公司就是要獲利 那你要獲利怎麼獲利 一個是要有技術 那技術的話通常呢 在歐美的國家 它可能技術可以用技術授權的方式來獲利 是因為它的這個產業的結構 它的規模 跟我們 我們跟它不一樣 我們規模比較小 所以我們用技術授權的方式的話 是可行的 但是呢 你要說要大大的獲利的話 基本上還是要跟電子產業 傳統產業一樣 你要有自己的產品 那因此呢 那你要怎麼樣的產品 要有創新的產品 要UNIKE 你要有專利 你要有自己的市場性 因此呢 這個是產業 不管是什麼產業 都是一樣的 就是你要有產品 要有技術 要有新產品 新技術 然後解決社會的問題 所以在產業界裡面 你講的是先市場 然後再技術 然後 先市場 然後再資金 然後再技術 所以你要先市場 能夠解決市場的問題 所以你不是做市場的教育者 在學校是要教育學生 所以他是百年素人的工作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的 但是對於生技產業來講 我們剛剛這個陳博士 還有我這邊也提到說 因為生技產業你是製藥 或者是生技產品的話呢 你要有很多的法規要符合它 你才能夠上市 像剛剛同學問到健康食品 或者是藥品 那你健康食品 那你就可以 但是你不能宣稱療效 你只能說我保健 所以你在銷售的時候呢 就有限制 但藥品的話呢 你就要花很多的時間來經營 所以這個目前的話呢 生技製藥產業 這個產業對年輕人是一個吸引力 但是呢 目前台灣碰到什麼樣的情況呢 就是呢 我們呢 沒有扎根 我們現在都在做什麼事情 在做呢 就是叫財務辦崗的 然後呢 上市上櫃的這樣一個 很新穎很亮麗的事情 來吸引年輕人 但是這不是正確的 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們在台灣 棒球很熱門 我們好不容易呢 經過了三四十年的時間 我們終於培養幾個閃亮的巨星 然後到國際市場 到哪裡 到陽機隊 但是呢 我們回顧台灣整個一個 棒球的人口 還有整個一個歷程的話 是因為呢 我們長期在培養什麼 從少棒 從青少棒 從青棒 然後到成棒 到職業 經過了三四十年的一個培養的一個長期的時間 我們才會發掘出呢 巨星出來 所以呢 王建民就是我們 新要開發以後最後的一個產品 因此呢 如果我們不從下面來扎根來 每個階段去培養人才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走出去的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政府 像經濟部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們曾經申請經濟部科專計畫 那我們就在編列計畫的時候 就有一個叫做國外 就是出差費用 那我們出差費用 我們編什麼 我們編呢 出差那個出差費用呢 是要做的技術輸出 什麼叫技術輸出 我們要把技術賣出去 說要編列那個 那個經費那個項目 結果呢 經濟部的審查委員說 這個東西過不了 我說為什麼過不了 不是都可以報出差啊 那我是做技術輸出啊 他說不行 我們都是做技術引進 在我們的項目裡面 沒有技術輸出這個事情 我們做技術引進 他基本上呢 這就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我們要做什麼東西呢 我們要有自己扎根的技術 培養我們自己的這個年輕人 然後呢社會 年輕人出來以後 你要在這個公司裡頭做研究 而不是呢 現在大家在講說 我呢技術引進 我們技術引進沒有辦法去 就像我們說我們要打棒球好了 我們打棒球的話 我們那邊說 職棒比較賺錢 少棒呢是賠錢的喔 因為要培養那麼多的小孩子啊 很花錢說我們不要 我們引進陽機隊來 然後呢幫我們去打職棒 可不可以啊 不行耶 我們付不起耶 所以呢你怎麼樣找好的技術 那就要付代價喔 那個代價是我們付不起的喔 那所以呢你付普通的代價 就是普通的技術 便宜的價錢呢 就是便宜的技術 就是人家不要的技術 所以像我們公司的話 我們會做什麼事情 我們會把呢 很有很風險的技術 或者這個市場性不高的 我們把它賣出去 我們會把好東西呢 留在自己的公司 如果你要買可以 那你的代價 那看你的代價 所以在產業界講的是代價 你要付多少錢 因此呢我們現在目前國內的生技製藥產業 政府呢不管是教育部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教育部 找要找什麼樣的人 就教育部 還有國科會 還有經濟部 這整個要怎麼樣串聯 讓學生知道說 學生技製藥產業是好的 但是呢不是空洞的那一面 要不然我們會造成 現在造成一樣事情喔 一件事情已經發生了 很多的年輕人讀了 把生技這個科系 變成一個熱門的學門以後 他念完四年以後 他找不到工作 我們已經碰到這樣的一個情況了 因此呢我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我雖然在產業界 我也在學術界教書 我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從頭開始 每一個練都要有 都要培養你這個人才 而不是呢從後面說我要去做什麼 技術引進 然後呢做臨床試驗 因為呢我馬上就可以賣 這不行的 但是這個事情是很賺錢的事情 是少數人在賺錢 這個我們社會呢 應該有人出來 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很希望 中國時報能夠把這件事情 不要讓我們的年輕人 一直把它當作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夢 但是這個夢 如果沒有去扎根的話 是沒有辦法實現的 謝謝 好謝謝 這個麥克風現在可以了 來 大家都有參與感 參與感高的話 我到處講故事給大家聽 陳茲林 小姐 好來 我想請問有什麼路徑或者網站可以去查到藥品的成分 或者保健食品它的副作用 謝謝 我想這個是很棒的問題 因為不是只有你會問 因為很多人跟您一樣關心 那麼家裡的老長輩也會問 如果你有講的是已經是有列管的 不管是食品或藥品 我想一般以台灣來講 衛生族網站你可以找得到 如果說電腦基本上常有在去給它surfing的話 但是如果以美國那邊來講的話 FDA網站他們抓得更嚴 然後講得更細 那如果你問我說那些沒列管的食品藥品 那你可能就要從一般的文獻收集 這部分來講 我覺得一般我們的大眾 可能比較不容易 那麼我倒是覺得說 有列管的 我不擔心你找不到那個資料 然後倒是坊間裡頭直接買的東西 它上頭寫的那些資料 我倒不建議你真的太相信 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是覺得以在台灣來講 你還是就上衛生族網站去看看 這是最好 好 謝謝 回答您的問題 一半 那另外一半呢 對 沒有列管的這部分 那一半我還真是無能為力 但是你如果問我的話 我自己怎麼去找這部分資料 就是我基本上是上一些 我們講說 這些網 Literature search 或是到一般旗刊去看 因為我自己原來是做這個訓練出身 所以我不敢把這樣的方法 轉印轉嫁給每一位 因為這個方法 是基本上是要有一點 有一點門檻去看那些東西 那麼所以 就是為什麼我在想 你如果說真的非常concent 在衛列管的部分 也許你可以跟各大院校的 一些食品營養科系的老師 也許去問問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方法 因為否則 我一般的approach 真的是不容易 對 你回答了一半 那你回答另外一半 到哪裡找 基本上如果是在國內的話 通常你就到他部門去找 你去問他們會比較直接 比如說衛生署 或者是環保署 像我們曾經碰到這個情況 我們要申請 這個 大家在講說 常常產品要上市 像我們來講 產品要上市 那你常常就是 你如果是列管 你踩到列管 就不容易上市 因為它管很多 但是你就要想怎麼樣去 你又不是走黑色地帶 你就是走到比較方便的地方 怎麼去讓這個產品能夠行銷 那它就是您講的這個不列管的地方 那你就有個叫不列管清單 那那個不列管清單的話呢 通常衛生署環保署 好像要化妝品 它就有一個含藥化妝品 不含藥化妝品 它就有列管的那個清 你要到它政府部 它就有一個那個布本子 你跟它 通常它會索取公本分 這個很便宜 大概就100塊左右的這個金額 那你就可以跟它索取這相關的資料 所以就是到那個政府部門去索取 比較容易 兩個一半就是全部了 所以我們有兩個speakers 好 再來 廖文婷小姐 有關於糖尿病的問題 來來來 你不應該有糖尿病吧 沒有 我只是比較好奇那個 就是 是糖尿病患者會比較容易肥胖 為什麼有那個製造他們的減肥藥 沒有 不要不要叫我專家因為我胖 好 我這麼講好了 這你問的問題其實是可以很學術的去回答他 這麼講 糖尿病人有的是 當然有可能先天棒 因為我如果講二型糖尿病 你如果一型的話是你先天genetic issue 二型當然有一點點genetic味道 但大部分是因為控制飲食的問題 所以有可能他是在糖尿病得到之前 他已經就很肥胖了 這是一點 另外一種就是 因為他吃糖尿病的藥以後 他的那個藥物本身的副作用 藥物本身副作用 像我剛才講美蜂蜜 它是一種藥它可以減肥 可是有了很多的其他的糖尿病藥 它也會有一點 體重會增加 你如果問我這個體重增加的原因是什麼 我可以跟你講是因為水腫 Edema的原因比較多 所以這個不是一般我們在講的那種體重增加 比如說你那種 muscle mass 就是體脂肪 或者說是肌肉量的增加 它那種增加很多是來自於那些副作用 另外有一種是 比如說像糖尿病自己的進程 有時候也會引起一些 所以肥胖的原因很多 你說專門為糖尿病病人開發一個減肥藥 好像這個思考上可能不能這樣跳 我覺得糖尿病病人最重要的是飲食控制 跟適當的運動 我想自然而然它的體重會下降 好 這回答了很清楚 下一位王瑞張先生 你記得你的問題吧 我對於那個想請問一下 台灣發展生技產業的優劣是個是什麼 那可不可以預期一下未來發展生技產業的展望 會是什麼樣的情景 好 這個台灣的生技產業的 我們先講我們的優勢 我們基本上在這個 我們有很好的這個教育的這樣一個基礎 因為我們的教育水準普遍來講都非常的高 然後科技人員的話 我們希望我們的量能夠增加 因為值是來自於量 那我剛剛看到在場的幾位 我的小學妹 我之前也是這個小綠綠 那為什麼呢 我是覺得台灣有個優勢 就是台灣的女性對這個科技 這個生技產業 基本上呢是有興趣的 像女生的話對機械的東西 當時我填自願的時候 我對機械就沒有興趣 我把它槓掉槓掉槓掉 但是對這種化學的生技的東西 我就很有興趣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這個特質 這個產業的特質上面 然後會吸引到蠻多的 我不能說全部 但是有相當的一個比例的女性 會投入到這個產業來 所以這也就是說 我們會有比較多的人口來投入這個產業 當然是其他的國家 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台灣我相信這個 因為我們的教育水準高 所以我們可以培養這樣的人才 所以產業本身就是我們需要一個人才 這是我們的優勢 那另外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個產業呢 在這個生技製藥產業裡頭 基本上我們政府也相當的這個注重 其實它要帶 政府基本上都帶著 是一個火車頭的角色 那這個產業呢 其實不是最近幾年才熱門起來 我們大概在20年前 政府就在做 這在半導體產業的時候 就一起來帶動 但是呢很可惜的就是半導體做出來了 那生技製藥產業呢 一直都是我認為是人為不當 就是我講的 一直要技術引進 技術引進 而且不是自己in-house做 所以呢一波兩波 我希望說 我那時候就是為什麼 我當時呢出來創業的時候 我當時有這樣的一個使命感 我覺得如果我們不再投入這個產業 一直在變成講說 你有專利又怎麼樣 你沒有產品 所以我現在是自己覺得說 台灣要做好的話 就是你要怎麼樣來扎實 你自己的技術 還有你自己的產品 而不是我們跟一直來講的 做公司 賣公司 或是只是為了上市而去做這個公司 或者是呢 技術引進結合國外的公司 然後呢我們要來怎麼樣 讓這個產業很shiny 那都是表面功夫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把這個觀念改掉的話 我們一直在這個劣勢當中 是沒有前景的 所以我這個是我目前在這個產業界看到的 好滿不滿意 謝謝你恩賜這個計畫 沒有那個我想那個蔡總經理講得很對 那我做一些補充 同時我可能把剛才一位同學在講那個 生技儀要缺什麼樣的人才 我可能大概可以快講一下 就是說台灣理優劣勢其實我這麼講好 理優勢就像蔡總講的 我們人才蠻多 你看有多少生科系學生 你看有多少藥學系 化學系學生 不過話講回來 這麼多藥學系學生 你猜他到哪裡去了 他去藥房 所以我用不到 然後你說這麼多化學系學生 我去哪裡找他們呢 我通常 通常要去台積電的工廠裡頭找他們 所以基本上到藥學的工廠裡頭可以用的人才很少 怎麼講呢 因為藥學如果說工廠要用的通常是製技技型的 這部分台灣的訓練的人是比較少 如果說有心要走這一行的話 這方面可以考慮 尤其是還沒有點大學志願 如果說你已經走進大學是生科系的話 藥廠裡頭 藥的研發的部分可能你比較難失利 但是如果這是生技產品 新的生技公司的話 那比如說像台積生技 台積生技當時我們台大要出來的時候 我沒有第一波出去 第二波的時候他們有找過我 那個公司我覺得如果你是生技的 比如說專門玩一些重組DNA那些 你可以去考慮台積生技 我可以幫他們背索 這是還不錯的一個公司 那麼反過來講台灣的劣勢 基本上我覺得是在於定位不明 因為台灣其實想要激起直追的過程裡頭 因為你看歐美大藥堂 動輒百年以上的歷史 年因而大概四五百億美金 財經五百大你隨便去加一加好了 那個已經超過多少 福特微軟都不是要對手 那麼這種情況之下 台灣的產業想要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藥業 有可能嗎?機會是零 我現在就可以跟你講 但是生技產業有一拼的機會 因為我們的生技的基礎 不管是學校老師或研究機構 以及藥廠的累積的能量跟資金 應該可以支持生技產業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剛才最前面那位同學 在想說生技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我想人才任何一種都缺 重點是你有沒有那個心想要一起來做這樣一個 因為這個是需要有點敦苦搖 那我是覺得對於台灣 如果你一直有一個想要一起貢獻一分心力的話 那現在其實都不晚 謝謝 我再面補充一下 人才是國家之本 那我就講幾個實例 我有一個同班同學 從幼稚園一直同班到高二 後來他讀丙祖 那這個同學從幼稚園嘛 所以我跟他家非常熟 他父親是醫生 這個人姓謝 叫謝文如 這個他家 他有三個姐姐一個妹妹 但他一點都不娘娘腔 為什麼呢 因為他父親是日本劍道的七段高手 世界高手 所以他從小就帶我去看 他那個練日本武士道 我在高中的時候 他終於把他的那個 日本武士道的盔甲借給我 然後他不穿喔 他說我急劍 我一劍打下去 就要打到你的腦門 你擋都擋不住 我說怎麼可能 對啊我就把劍弄好了 結果他就看到 我看到他的劍喔 結果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拍一下 就打到正門 第二下他又打到 所以啊 他從小練劍 好 那家裡呢 只有一個兒子嘛 對不對 所以就把他 細心的調教 得到了這個 MD 就是醫生 那醫生以後呢 他很有錢啊 又是到國外 哈佛大學去讀 又得了一個PhD 好 所以非常有錢 那等到二十年前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 母親在台灣 他就說 我回來找個工作 順便照顧母親 他說 胡錫如啊 你人頭熟 你帶我去找 那我就帶他到 某個 國家最高的研究中心 裡面最新的單位去找 進去以後 他一看 裡面的主任啊 什麼啊 都是他從前 在實驗室裡面的那些 學弟學妹們 他是MD PhD喔 在美國是金童子喔 他怎麼要回國呢 對不對 他只是因為要照顧母親 結果找回來啊 沒有一個單位要用他 為什麼 他太厲害了 你來的時候 那我還做什麼事情啊 所以 逼不得已 把母親又接到美國去 結果呢 這個同學 他很有信心的 他笑嘻嘻的無所謂 結果呢 在我們的SARS期間 他來了 他已經是美國的 叫什麼 叫美國的疾病管制局的 美國的官員 那我們報上就登了 誒 說美國的官員 台語也通 結果他不是喔 他是美國官員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SARS的時候 就有一對的 美國官員來 其實他是我們 我的同學嘛 對不對 那我私下就問他 誒 你終於回來了 那麼 我們國家還不錯嘛 最後還終於出了機票啊 出了什麼事情啊 來 請你回來 他說我告訴你啊 不是這回事啊 我們的政府很高興 我們回來了 他說從機票 從住宿 所有的東西 都是美國出的 美國為什麼要來 研究你的SARS呢 他說我告訴你 真的原因 他說美國有駐軍 美國有駐軍 他很怕這些病毒啊 帶回去 所以他說世界上 各地方有特殊的 奇怪的疾病的時候 他們就要去 他說其實SARS 不是在你台灣發現的 他第一個是在越南 他說那個時候我已經去了 你們都不知道 好 所以呢 這個事情他來了以後呢 所有的錢 他都不是我們國家出的 都是美國來的 然後他再告訴我 他說你知道呢 我回台灣有多困難嗎 他說我是美國官員 我代表美國回到台灣 要經過他們國務院的批准 要不然你回不來 我相信社長大概聽過這種事情 所以這是第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國家有這麼好的人才 各位有一部電影可能看過 叫做Dustin Hoffman演的 叫做維基總動員 有沒有看過這個電影 那個裡面的男主角的工作 就是我這個同學的工作 好 結果我們國家 居然讓這種人走掉了 好 那麼SARS就如火如荼的 在台灣進行了 對不對 那SARS在的時候呢 有很多人很勇敢 真的很勇敢 去拯救Dustin Hoffman的人 死了不少人 死了多少人 大概有一千多人吧 全世界 我們台灣有多少人 他的問題在於說 造成社會的恐慌 社會恐慌 那當時呢 你這邊也沒一張slide 你放出來 有一部電影 我是沒看的 恐怕蔡總看過這個電影 叫做一個黑人演的一個什麼電影 你講一下 你講一下 給你三十秒鐘 講一下活著傳奇的故事 你聽到 這個是不是在台灣報社稿 你聽到 好 你聽到 你聽到 你聽到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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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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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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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個 William Smith 他是 酷酷的 他是 酷酷帥哥 但他是軍人 那當時的時空背景是這樣子 可能有 在座有同 這個 聽 聽著 他看過這部電影 他基本上在講說 人類 因為科技的進步 他一直在做研發 他就做這種 進行 然後呢 就造成 他是 因為這個是轉職的技術 然後就造成這個病毒的Mutant 後來呢 這個病毒的Mutant 剛剛講到 病毒的突變 那突變以後呢 這個就變成一個新的病毒株 那這新的病毒株呢 在實驗室沒有控制好的話 他就會散布出去 所以當時呢 在整個 全世界 因為這個病毒 變種了以後 人類呢 沒有辦法去控制他 因為他產生了一個突變 然後沒有藥物 也沒有疫苗 那時候整個造成世界的恐慌 那當時呢 是有免疫力的人 像他就有免疫力 免疫力的話 他就會渡過去 但是如果沒有免疫力的話 有分兩種 一種的是呢 他得到但是他不能夠見光 要不然他就會 因為光的照射他會死亡 那一種呢 根本就是一感染到就死亡了 所以當時造成全世界 有90%的人死亡 但是在剩下的10%裡面 只有其中的10% 也就是10%的10%裡面 有人呢 具有免疫的能力 那因此呢 他是軍人 他是軍人本色 他就是呢 大家在這個已經都荒蕪的一個 在曼哈頓這個區域的地方的情況下呢 他是研發新藥 他怎麼研發新藥 就是我們講的 要找compound 他剛剛全部找compound 那他就有很多的藥物 然後裡面就有老鼠 他就要做什麼 臨床前試驗 他現在要餵那些老鼠 老鼠以後呢 然後看哪一個compound有效 然後他就找到一個叫compound 6 那找到這個有效以後 他要做臨床試驗 那臨床因為他沒得病啊 所以他就想辦法很勇敢 他是軍人 他就呢 把他到那個大的建築裡面 把那些呢 橄欖的 但是呢沒有這個變形的人呢 把他抓住 但他是會咬人的 他是食人鬼喔 那他就把他抓來以後呢 然後呢 不是食人鬼啦 就是形容詞 然後呢 把他inject到他的這個 把他注射到他的這個 注射到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體內 然後他就會產生抗體 然後看他會不會產生抗體 然後呢就可以抽他的血清 那這個 這就是藥物 新藥開發 就是疫苗是怎麼樣製造的 那這時候呢 他為了要救全世界 他最後犧牲掉自己喔 因為那些 變形的 圖片的疫情的人呢 要來抓他 因為呢 聞到他的血跡喔 那所以呢 他在這個情況下呢 來這個拯救全世界 所以因為他的這個犧牲 所以呢 他得到那個疫苗 然後呢 得到這個解救 所以這個是在整個 那未來世界 可能會發生這個事情 一個是呢 病毒自己突變 另外就是科學家 太好奇了 他覺得什麼東西都興起 他就會知道 就像我們講的這個病毒 這個電腦病毒 那我們講很多的病毒 那這個病毒 那個人類這種病毒 也可能會發生 所以這個是在人類失控下 然後怎麼樣來解決 請坐 這部電影不賣座 好 那我講中文版的 台灣版的 來來來 先演 當我們SARS發生的時候 在台灣 是SARS疫區 美國 剛才說派了一個team 美國本身沒有SARS啊 歐洲也沒有SARS啊 他不怕 對不對 他只為他們美軍著想 那當我們有病毒的時候 誰幫我們測試我們的新藥 當時台灣自己要自力更生嘛 對不對 所以在短時間內投了幾億 那你做出來這個新的化合物理 你要去測試啊 那測試SARS的病毒是很難的 因為它本身很毒嘛 要在P4的實驗室 我們國家在亞洲地區 由美國幫我們建立一個P4的實驗室 那是軍方 是國防大學裡面一個軍方的一個實驗室 但是呢這些產品當測試的時候啊 因為它很毒 所以呢很多的藥品 你去測試的時候 它是用幾百到幾千個這個病毒去測試 所以它量很小 你感染到也不會有病 但是呢我們就有一位軍人 是軍人 這位軍人呢 這位軍人呢 叫詹家蟲 這裡 他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訓練出來的PhD 是我們那時候他的中校 他很認真 他做測試一定是按照美國標準測試 就是一測試叫百萬個單位來測 我就問他說 你用這個百萬個單位測 微不危險 他說危險 但是因為是P4實驗室 所以維護得很好 那我認識他 因為我曾經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過書 所以我認識他 那他說危險 那我選怎麼辦 他說啊 危險也沒有辦法 我是軍人啊 他很愛國 但是呢有個問題 他問題出哪裡呢 他測試的時候要很專注 所以呢就有助理幫他做 那他親自也做 助理做一做就不做了太危險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到最後呢 只剩他一個人在那邊測試所有的東西 我說那糟糕了啊 你這樣測試萬一有個閃失 你不自己也得了SARS嗎 對不對 他說那沒有辦法 那只要有人做啊 因為你測到國外 國外不跟你做啊 因為太危險了 結果他到哪裡去了 醫院 他真的得了SARS 為什麼 因為他就拿幾百萬個真正的東西 合乎規定去測 就他沒有人幫他忙 任意接 好 一個不小心 吃到了手 結果他得到SARS 得到SARS也就罷了 後來鬧出了新聞 就人家就知道他這次鬧出新聞 結果呢 一鬧出新聞來 叫懲處對不對 因為PeopleLab不應該出這個問題 懲處 結果他被擊過 有沒有被擊過 也被擊過 這很倒楣啊 好 報上去登了 這個至善英雄 是什麼 詹宗孝 他不敢講名字叫詹家蟲 結果呢 他 因為 那個 我有個東西叫詹琳策 他告訴我的嘛對不對 那我就要去看他 那我就到醫院去看 他那個在和平醫院 人家不敢進去 和平醫院 我不知道各位去了沒有 那個管制很嚴 我說我來看詹家蟲 那人家說好 那你詹家蟲 那你進去 那他不能看到他啊對不對 就問他說他有什麼東西 他說我在這邊 那時候得到SARS 可能會 因公殉職的 他說請你幫我去買一部小說 我說你要買什麼小說 我都會買給你 買了一部《大漠英雄傳》 各位有沒有看過《大漠英雄傳》 他在看什麼呢 他在看那個郭靖 《大漠英雄傳》裡面 有一個武功非常高的 但是人很憨 很執著 看過《大漠英雄傳》的警局手 金庸寫的小說《大漠英雄傳》 都沒看啊 就是有一個武功非常高的 一個笨笨的人 他其實不是笨 他是很執著 是練武功 他就是《大漠英雄傳》的那個 叫做郭靖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這個小說 《射雕》 是《射雕英雄傳》 對不起 《射雕英雄傳》 前傳 《射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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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的武功很高 變成一手好武功 但是到最後 被犧牲 被擊過 你說看我們國家 有了這個人回來了 結果 我們國家會說 你為什麼你報上去擊過啊 沒有辦法啊 對不對 社會輿論這麼大啊 對不對 那如果你這樣子 得到SARS的話 那我再跟社會交代 記個過 就是他在那邊的照片 後來病好了 還好 我們非常高興 出來 出來以後 後來碰到什麼待遇 我不知道 但是這個真是叫做自善英雄 在台灣發生過 好 那再來 我們人才要 真的要珍惜 陳明仁先生 陳博士你好 有一個廣告 就是在談到說 有一個教授在 大概藥房吧 問一個人說 你怎麼來的 他說陳教授 你不是要說要買善醇嗎 那這個廣告是在提到 善醇的廣告 那我想請教陳博士 就是說 一般來講 我是有一些親戚 他是醫藥人員 他是說 一般來講他 大概如果感覺有點感冒 或怎麼樣 他會吃一點善醇 感覺是會提高 我們自己的免疫力 這樣的功能 那想請教就是說 善醇如果說像廣告這樣 每天都吃個善醇 會不會對於 我們身體真的是有幫助 或者是說有其他的副作用 謝謝 謝謝你的問題 這個是保特入火坑 那個 首先我覺得我不太方便說 針對善醇這個產品去講什麼話 但是一般來講 很多維他命跟善醇的成分很像 如果你先去分幾個問題 如果你問我說 維他命怎麼吃 我覺得當然可以吃 如果 就算你是有均衡營養 你還是可以吃它 但是你不用吃太多 因為吃太多 人體其實也不會吸收 然後 你至於說吃了維他命之後 不要講善醇的話 是不是對於人體的整個免疫系統有幫助 我想應該多少都會有 因為免疫系統其實不是這麼簡單的故事去講說 我單純吃個什麼東西 它就會被整個強化或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輔助劑應該是 所以 免疫系統我想要再把它維持得很好 當然不是只有吃維他命 我覺得 睡眠 飲食 運動 這些其實都是最好的幫助 謝謝 因為我沒有票房 好 這邊是 陳博士已經講得非常好 但是我這邊只是我知道的就是說 因為 善醇裡面有 這個 微量元素 那這個原料元素 你基本上你只會吃了 你會覺得很安心很愉快 那就會對你好 但是基本上它裡面的成分 就是會促進我們體內酵素的活性 所以它裡面有 叫 我再用一個 就是有輔助的作用去促進我們酵素 裡面也有一些呢 就像 維他命 陳博士講維他命 那像這個 C 它有提升免疫力的作用 因為在體內會有作用 清養我們的 清理我們的自由基 還有維大命的這個 其他的這個 物質的話 基本上都是我們 輔酶的 就是促進酵素 因為我們一些酵素 它是不作用的 或者我們缺乏 但是需要這些輔酶來激化它 所以你但是 吃的是有效 當然我們很多東西都要 適可而止 但是你如果想的時候 我吃了就會促進我酵素的活動 那你就很高興很愉快 我覺得這個是有促進的效果 謝謝 科學家 如果要得諾貝爾獎的話 你要記得 它第一個是有originality 就是原創性 第二個呢 在同一個領域裡面 不能夠得到 兩次的諾貝爾獎 對吧 這個候選人 是不是這樣 得一次嘛 很少人 是不是這樣 我沒講錯吧 但是在歷史上面 有幾個少數的人 得過兩次諾貝爾獎 一個是居里夫人 一次物理 一次化學 她很厲害 當然小孩也得了 第二個 更厲害的 是有一個化學家 叫Linus Pauling 鮑林教授 她得了兩次 一次是化學 一次是和平獎 這非常厲害 那Linus Pauling呢 她寫過書啊 你們又到大學 你們都讀Linus Pauling的書 很難讀 讀通的 Linus Pauling 當時我去Stanford大學 讀書的時候 她是Stanford大學 化學系的教授 但她那個時候 已經八十幾歲了 美國為了她 還創了一個 叫Linus Pauling Research Institute 就是 鮑林的研究中心 為了她 那她非常的 有學問 但是呢她晚年研究的東西 跟她拿著諾貝爾講 兩次拿著諾貝爾講 沒有關係 她在講什麼呢 吃維他命C 剛剛講維他命C 她吃維他命C可以治百病 所有的科學家 都覺得她神經病 老了 但是又不敢公開講 因為她實在是 很有學問 對不對 那為了這件事情 我那個時候 是 剛進Stanford大學 我們還坐著車子 跑到那邊去 看她 然後她就一直講 講 講了這個 吃維他命的好處 維他命C的好處 最後她跟我講 跟我們講 你們不要到我實驗室來研究這個主題 因為大家都不相信 但是我告訴你是真的 你要研究的話 要研究我拿諾貝爾講的那個主題 那比較能夠得到學位 她對不對 那個 這個 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的 這個系主任在這邊 金主任 有沒有用 後來那樣呢 後來講的有沒有用 你是說 維他命C OK 維他命C 我想已經都知道 它是就是像剛剛那個 蔡總講的 就是 它是一個很好去掉我們這個 這個 身體裡面很多 沒有不好的那個理想 對 結果維他命C 證明 對人體裡面有非常多的好處 所以 你剛說維他命C 是維他命 很多都是維他命C 嘛 是有幫助的 所以那個先知就是先知 她講的話很多人家不相信 結果 結果是對的 後來 我給她照了一張相 結果我把這個照片寄給他 我說請你簽個名 那他居然就簽了個名 那張照片非常直接 因為他得了兩次的本人獎 現在過世了 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恐怕115歲了 所以 這些先知講的話 有時候是真的要聽一下 好 再來 我能不能打一個叉 是 來 到前面來 來看看 學者的 不是 因為 是有 我想要Echo一下剛剛那個 蔡總講的話 那 我其實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學生 也常常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以後自己將來畢業以後 他們是生科的 那 生科當然他有些學生 會比較喜歡偏重於農業方面的 就植物方面的 有些會比較偏重生衣方面的 那 因為我回台灣不是太久 對他們沒有太大的這個 這個 幫助在這一方面解答他們 但是呢 我在想 在像他們這樣大學畢業 或者是碩士畢業 那再進入台灣的像這樣 你們的生計 或者是藥廠這樣的公司 你們是通常是打開門 歡迎他們呢 還是覺得說你的Quality不夠好 我不能讓你 因為你們剛剛說台灣很多人才 我不知道你們講的是哪一種人才 所以是我們這樣子大學畢業 還是碩士畢業就叫人才呢 還是說 要到國外去念完 那回來的叫人才 最糟蹋的叫人才 我知道年輕人有一句話 就是丁丁是個人才 我們現在講的是真的人才 不是丁丁 基本上是學生在這個學校 是一個養成教育 然後學的很多的知識 很多的技能 但是到產業界 當然這些技能是很重要的 在產業界裡頭 它有一個不僅是研發 它還有就是平管品控 所以我剛剛在提到說 一個產業界 它為什麼要有這樣的一個 那麼這樣的一個過程 而不是呢 只是做部分的 譬如說講到的這個 什麼技術引進的這個部分 它要很多面向去顧慮到的 如果你有公司有產品的話 這些技術人員或者研究人員 它可能就會跨到什麼行銷 因為科技的產品它叫行銷 它就有計畫的主持人 就是project manager 就是呢 怎麼樣呢提出新的計畫 新的產品 所以這個商品化的過程 也是需要這樣的一個人才進來 加入這樣的一個team 所以不是只有在做這個研發的工作 基本上研發對年輕人來講 它是對我們也是在講的 因為研發是很辛苦的 而且很痛苦的 常常是這個血流成河 怎麼講呢 如果你要讓這個研究人員 暫時在沙場的話 就是能讓他做最難的東西 他做久了他就會搞挫折 為什麼你永遠很多時候 這邊也跟各位年輕人講 研發是非常寂寞的工作 因為你長時間待在實驗室 你常常每天做的事情呢 是end with nothing 就是沒有結果 沒有結果就是你的結果 這是呢你每天要面對的 但是製造生產的話是怎麼樣 日期有功 我只要去做就有東西出來 因此呢 研發實際上是最難的部分 也是最 對年輕人講是最難的一個折磨 也是公司是最精華的地方 但是如果這個突破以後呢 你有自己的產品 接下來的話你需要的人員 就非常多的面向 譬如說剛剛講的行銷 還有這個 這個產品化的部分 商品化的部分 還有法規 所以現在有什麼科技法律研究所 很多年輕人他學了科技以後 他要到法律研究所 去學法規的部分 所以這方面我們也很需要 所以在我們公司來講 我們是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 像我們現在需要業務的人 但業務的人又不是一般的 就是只是賣東西 賣汽車的人 他不能夠我們不可能找這樣的 我們要多少都要找一個有科技背景的人 他能夠去解釋科技的面向 才能夠說服這個經銷公司 或者是消費者等等 那另外的話呢 但是呢這樣的人才 我們說是人才 我們也是他來之前 但是呢在公司裡面呢就要什麼 有一個叫做職前訓練 然後呢職後訓練 在公司會碰到的一個情況 這是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然後我現在跟這場的年輕人講 我們的年輕人比較沒有抗壓性 然後呢他呢在這個段時間呢 他要很快的能夠上手 所以呢在學校的話 在這一點上就職場的這個輪理 還有呢這個在這個 這個他的這個進入職場的時候呢 應該有什麼樣的一個這個態度 其實上態度是很重要 還有對公司的這個忠誠度 還有他的敬業的精神 如何能夠克服困難 經過很多的 因為在產業界他就是要利潤 他的速度比較快 像在我們曾經這樣子做過 跟同仁講過 在剛剛學校畢業的同學講 你在學術界可能你的轉速 因為你是學生 所以你的轉速可能只有30 40 在呢政府在這個財團法人 有些同學也會到財團法人的這個部門 他可能速率比較速轉速比較快一點 為什麼呢他有這個這個 他上級指導單位的壓力 所以他有成果要技術報告 所以那個轉速可能提升到50 60 但是在產業界他的轉速不是這個樣子 他轉速其實是勉勉強強 其實上有時候80 90 你要轉的很快 因為呢科技的產品一直在進步 你每天都要跟著這個這個整個一個 公司的營運再往前走 所以年輕人到產業界的話 他要碰到的問題的話 其實上他的態度 他的學習的這個抗壓的能力 還有他願不願意學習 其實上比他的這個專業還要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你到產業界以後呢 公司自然會給你這個 這方面的叫做這個教育訓練 那你很快就容易上手 他不像在學術界 他的研究那麼的艱深 那麼的需要很多很深奧的一個學問 因為他基本上公司的營運呢 跟學術界是不同的 好 我們這個到幾點鐘 我們要控制 9點 我們這邊還有很多的問題 大家很熱絡 等一下我們私下再資料 我們這邊坐著 Conserv答案 我們這邊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新的 全都是選擇的 那麼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有一個小的